《新疆維俗 》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鍾家衛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為大家帶來歐盟峰會的消息 9月15日上午 蓬佩奧接受Friends Inter採訪時 被問及美國準備叫停 進口新疆維俗強制勞動所得的系列產品之後 美國還準備在對華措施的路上走多遠 蓬佩奧表示 美國希望其他國家 理解這種威脅 採取與美國同樣的措施應對中國 談及新冠病毒大流行 蓬佩奧直呼 世界衛生組織將事情搞壞了 它的目標是避免大流行病 然後當中國共產黨隱瞞了武漢真正發生的事情 世界衛生組織 卻沒有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 這樣就是為什麽 美國很擔心世界衛生組織的政治化 在14日 僅僅召開一天的視訊歐中峰會結束之後 歐中雙方未發表聯合聲明 參加視訊會談的歐盟主席馮德萊恩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和擔任歐盟倫籍主席國的德國總理 麥克爾 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主持歐中峰會的米歇爾先生表示 我們發出了清晰的歐盟統一的信息 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立場 我們與中國的關係 必須建立在公正、互惠、對等和公平競爭的基礎上 他說 與此相關的有四個議題 就是經濟、氣候變化、國際事務和人權 及中共病毒疫情 在經貿方面 米歇爾告訴記者 在視訊會談中 他與北京說 歐洲是一個參與者 而不是一個競技場 路透社報導指出 米歇爾是指 歐洲越來越感覺到 中國沒有履行 他參與公平自由貿易的承諾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歐盟強硬要求北京當局開放市場 撤銷市場准入限制 及取消關稅逼壘等 他說 北京要在市場准入方面 重新平衡不對稱 令我們相信 將來簽訂的投資協議 是值得簽署的 歐洲視訊會談結束之後 默克爾對記者表示 在與中共國家主席的視訊會談中 他與麥歇爾和馮德萊恩 敦促習近平要清楚 北京是否真的想要達成談判中的 歐洲投資協議 他說 為使投資協議取得進展 我們施加了壓力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 15年過去了 今天提出公平競爭環境的要求 是合理的 據報導 歐盟要求的投資協議 將迫使中國大陸開放它的市場 默克爾還告訴記者說 與中國的合作必須基於互惠、公平競爭等 我們屬於不同的社會制度 儘管我們致力於多邊主義 但必須以規則為基礎 米歇爾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歐盟告解北京 作為全球參與者 北京富有全球責任 這意味著 要遵守國際規則 遵守國際秩序 歐盟和所有成員國 繼續對港版國安法表示嚴重關切 呼籲北京兌現對香港市民 和國際社會的承諾 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 第二 歐盟還重申 歐洲高度關注中共對新疆 和西藏少數族裔 及人權捍衛者和記者的迫害 要求派特使訪問新疆調查 據報導 在新聞發布會上 歐盟領導人還強調 他們敦促北京 不要在南中國海採取單邊行動 對於中共病毒的源頭 和現製疫苗問題 歐盟指出 國際合作和透明度必不可小 歐盟頓促北京和國際社會合作 幫助世界衛生組織 調查全球大流行的病毒源頭 歐盟和中國之間 目前這種緊張的政治關係 也是前所罕見 歐盟三個代表 這次表現出自信 向中方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成功地在視頻峰會前 達成了相對一致的立場 即使是參與中國新絲綢之路 基礎設施項目的唯一歐盟國家 意大利也在其中 北京方面 依然不理會改善歐盟企業市場准入 和在華投資保護的要求 所以計劃在來比錫峰會上 簽訂的相關協議 在今年無法問世 歐盟無法消除中國的專制 中國無法說服西方放棄它的價值觀 從長遠觀點出發 歐盟應該比過去 更積極在亞洲其它國家 尋求供應鏈和銷售市場 德國大報法蘭克福匯報 在歐中峰會召開前夕發文稱 歐洲輕聲批評中國的年代已經結束 最近對北京的風向有所改變 鑑於中國越來越封閉和強勢 歐洲的立場也應該強硬起來 並分析 北京的宣傳機器視西方為敵人 極力排斥西方的影響 並懲罰違背中國利益的外國企業 不怕用人質外交對付其它國家 鑑於中國如此強勢 歐洲的立場也應該強硬 不排除像美國一樣 對中國實施制裁 今天的新聞為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它的粵語內容 歡迎觀看和轉發 那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多謝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